人民日报海外网美国频道北美上线 它将成为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中国声音 让美国更了解中国的一个视窗 请看报道 现在我宣布人民日报海外版 海外网美国频道正式启动 人民日报海外网美国频道 在工业市亚太中理大酒店 举行善线庆典仪式 洛杉矶中领馆副总领事孙鲁山 人民日报海外网副总编辑郑健 人民日报海外网美国频道执行总编王立军 美国联邦众议员赵美兴 前加州参议员夏勒博 南帕萨迪纳市市长迈克 谢科文纳市市议员吴同怀 蒙市副市长林达坚 以及社团侨领 包括张苏九 郭颂等郑商名流 五百多人参加了仪式 孙鲁山副总领事代表中国 驻美大使馆宣读了贺信 贺信指出 多年来人民日报海外网和海外网 积极地讲好中国故事 成为世界各国和海外华人 华侨了解当地中国的窗口 海外网美国频道上线 也为中美两国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提供了一个崭新平台 郑建副总编辑在会中也介绍了海外网和海外网的建设发展情况 他表示人民日报旗下有20家媒体 海外网美国频道上线将是第17个海外网频道 美国频道执行总编王立军在会中也指出 美国频道上线承载了祖国对海外游子的关怀 他们将用更精彩的中国故事来回馈中美读者 那么主要是服务中美两地的华人华侨 现在浏览量的日均是1500万 辐射的是180多个国家 那也希望这个人民日报的上线 能够架起两国的这个桥梁和纽带 然后呢通过这个中美两地的这个桥梁纽带 我们讲好中国故事做好桥梁纽带 环球东方记者李渔冲洛杉矶采访报道